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袭击雪兰娥蒲种地区 多个斋戒月市级小贩的帐篷 被狂风掀翻吹倒 附近的大树也连根拔旗倒下 现场一片狼藉 受访的摊贩表示 这是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雨 他们的帐篷被刮走 无法开档做生意 损失不少 一場接规承 drawings 净几万两 kost 几千万两 另一名攤贩依马受访时透露 昨天的风势非常大 他的肩膀被掉下来的树枝打中 受了点轻伤 虽然他的帐篷没有被强风吹走 但是被路边倒下的大树压毁了 除了摘介越市集 一些住宅区同样发生树木倒下的意外 部分住家的屋顶新板被掀翻 损毁的程度不一 目前雪邦市议会已经是调派人员 协助灾营清理现场